送上门了 马上锁定刚才打进来的这个电话 我一直说事了 谁接电话呀 不知道 没准是警察吧 警察 我说让你别掺和这事吧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闭嘴 谁拿了两万块钱 就高兴得不是信什么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现在你还说我 那现在怎么办呢 警察都找上来了 慌什么 警察布置到钱藏咱们这儿 我就说是以普通朋友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打发走他们不就没事了 那能瞒得住警察吗 那你说怎么办 把钱交出去 自首 自首 自首也是窝藏 我知道 那这个杰克院是给何伟打电话的人 一定是他的朋友 他还不知道何伟已经死了 可他一定知道何伟抢银行的事情 可以见得 电话里边怎么说 最近怎么样没事吧 什么叫没事吧 他一定知道何伟有事 行啊你 有道理 越来越有头都疯犯了 这叫耳辱默然 我还告诉你 这个人一定是窝藏灯的人 就凭你找小儿叔的感觉 你可别小看我找小儿叔的感觉 喂 刚才电话号码是76808909 记录了周扬 男三十岁 加入黄埔大街5号B座501房间 好明白 随时联系 马上出发 地址 黄埔大街5号B座501市 再可莴 她可能回复了 冉拟 好 是不是你拿我钱包 真没想到 你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告诉你 钱我就给你了 但是里边有个名片夹 你得还给我 你马上给我还过来啊 我和李警官上 你们在下边补控 有情况之约 走 好 你是周洋吗 是 我们执行公务 请你配合一下 好 刚才给何卫打电话的人是你吗 是啊 找他有什么事 挺长时间没联系了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好 8月16号以后何卫跟你联系过吗 没有 没有吗 真的没有 不好意思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我 我什么 我告诉你 查清楚何卫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以后 我们会放你回来的 你们凭什么带他走啊 那肯定是有事啊 没事 谁让我打那个倒霉的电话呢 好在何卫犯案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关系一会儿就知道了 走吧 走吧 没事 没事 那你吗 没事 没事 喂 哎 千万别这样 别乱来 嗯 你的十万块钱 我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另外 我再给你一万块钱利息怎么样 有老子 学聪明了 那你这么说定了 千万别为难我弟弟啊 五万 一万 五万 出手挺大方的 这样啊 你弟弟下半辈子就不会坐轮椅 行 兔子 算你他妈的狠 五万就五万 放心 我保证你弟弟享受的是星期待的 那好 接下来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得走了 哎 这次我就不跟我弟弟通电话了 过两天我再跟你联系 你好之为之 大家都不要犯难 去看看那个差事 看他上口有什么感觉 去吧 好 对啊 嗯 看来 合围的事情的确和你没关系 对不起 耽误你时间了 嗯 没关系没关系 应该的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真的 嗯 走吧 再见啊 这家伙怎么怪怪的 凭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小子心里肯定有事 不错啊 经验挺丰富的 当行艇一个多月了吧 没吃过猪肉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他好像跟这样子 确实没什么关联啊 先上车吧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 我想有事还能回来吗 那 那 那他们没怀疑你吧 谁知道 怀疑又不是证据 他们总能单凭怀疑抓人吧 哦 好 好 太好了 你不是疯了吧 你 你有没有听错呀 我是说 何维死了 死了就好了 死了就死无对证 这笔钱就是我们的了 你的意思是 咱们把这笔钱留下 废话 不理他难道充公 我已经把警察给蒙了 没有退路了 是老天逼着咱们转三摔 是老天给我们好日子 那 那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这么大一笔钱 放在家里 肯定不安全的 别慌了 别慌了 那帮警察还在下边呢 因为他们走了 好 怎么就这么回去了 回去 我敢给你打赌 他们俩现在正在楼上 往下看看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前面掉头 杀回去 冲 冲 冲 从捷 onde 走 你说啊 你走了档梭 我上电梯 咱们上一下家机 说啊 你走了档梭 我上电梯 咱们上一下家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袋里装的是什么呀 让我看看 来 站住 你去撤 撤 来 起来 撤 走吧 你轻点儿 别乱动 你不是学护士的吗 怎么这么笨哪 我上的是中转 而且是买的文凭 一天都没念过 行 这要是感染了 我还不得节肢啊 感染了好啊 节肢了好 省得你去赌博惹事儿 好歹我也是机智勇敢地逃出来的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你想没想过兔子是什么人哪 他能抓你一次就能抓你第二次 我怎么没想过 所以啊 我这回 也不跑什么偏僻的地方 我就住公安局对面去 你疯了 我没疯 那兔子要赶在公安局对面抓我 他才疯了呢 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来的 那真就跟拍电影一样 你接着吹吧 老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 前几天跟我打了个电话 我也接到一个电话 他打的 那电话号码呢 公用电话 好像是从程远镇打过来的 程远镇 我哥可能弄钱去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啊 你哥比你聪明多了 他会有招的 我知道我哥比我强 可你是我媳妇 又不是我哥的媳妇 你总得夸我两句吧 对了 我走了以后啊 你也别回这儿住了 万一兔子待不着我 我怕他为难你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到时候还问到我这样说呗 好 干嘛呀 来 来嘛 明白自己已经众叛亲历的余杰 踏上了逃亡的旅途 此时的他身无分文 已经跌入绝望的谷底 但是一张夹在余萍名片夹中的名片 带给了他新的希望 好 好 周遥 何威的事 你知道多少 前天何威来找我 让我帮他藏钱 我发了 发 昨天抢一行的 他 你胡说一什么呀 真的 杨子 你得帮我个忙 这钱你帮我藏好 这个给你藏好了 行 行了 韦子 这事我帮你谁帮你 东西给我这儿 放心吧 给我兄弟 那你现在怎么办 赶紧跑 跑 跑什么呀 我照样回我的歌舞厅去做我的保安 警察又不是神仙 他就能知道是我干的 再说了 万一他们找上来 我干了他们 小心点 待着这家伙别太照样 你赶紧离开吧 好吧 东西给我这儿你放心 那行 韩子 这事交给你 我就回去了啊 走了 周遥 你知不知道窝脏 是要犯罪的 不过我还知道只要配合公安机关 就可以从款处理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那就痛痛快快地给我说吧 我也不 何谓要是翻 肯定少不了胡志军 他俩天天黏在一块儿 你认识胡志军 见过两面 不过没生交 我觉得那家伙太硬 那我告诉你 抢劫银行的有三个人 另外一个是谁 反 反正不是我 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我说的是实话 有没有胡志军我也不知道 都是瞎猜的 那你知道他们平时跟什么人来往吗 这个说 说不好 但是胡志军有个弟弟 好像叫 胡小军 没准是他 那你知道他在哪儿了 不知道 好好想想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身心俱疲的胡志军无法安静下来 一方面要逃避 一方面要逃避警方的追捕 另一方面又要想法设法偿还欠下的债务 想这样四处流窜的日子 还要过多久 他也说不清楚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那么 只有走下去 他遗群的竹顶 你现在就终会有少许的 这是在那里边上有消息 我好像特别在外面上 那里边就是 在以往的超过半期中 是零星术祖国 亲自协成的乐器贴档品 哎 有人吗 有房间吗 有 多少钱 二十 是单人间 是单人间 我带你去 谢谢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朱队 回去了 一丁 陶 陶 好 好消息 陶 从那个何维的朋友周扬那 搜到了赃款三十多万 而且还有了胡小军的消息 行了 你干得不错 他这样可出风头了 不对啊 你刚才说 在周扬家里搜到了三十万 是啊 那就是说 何维拿到了赃款 不是三分之一 而是一半 没错 胡志军和他弟弟联手 他们也拿到了赃款的一半 哎呦 头 这样说起来不公平啊 对啊 开枪的是胡志军 烧扯的也是胡志军 胡志军作案手段老了 逃跑的也是他 从各种迹象来看 他应该是主谋 对 他的讲话程度 远远在合为之上 哎 你想啊 胡志军出了这么大的力 他们愿意 只拿到赃款的三分之一吗 头 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考虑那么清楚 现在的突破口 应该在胡小军身上 胡志军跟胡小军 会不会在一起 胡志军作案风格是独来独 他就是跑 也会分头行动 头 有那么肯定吗 你看 他跑了以后 这事并没有告诉何维 他把何维放在这儿 实际上是 托住警察的一个棋子 我小子够狠的 所以说啊 他带给他弟弟 他觉得是个累赘 我估计他们肯定不在一块 他连他亲弟弟都都留在这儿啊 满大街开枪杀人的人 什么事干不出来 行了 我们现在 一定要尽快地抓住胡小军 到哪儿去抓呢 我觉得胡小军 根本就没有离开本事 他就在我们附近 拉倒吧你 越说越悬了 你们俩人累 今天就忙到这儿 早点回去休息 是 嗯 对于他参加的抢劫 目前这个人 可能还没有离开本事 希望我们各组 对其进行抓捕 照片都有了吗 有了 行动 是 是 这是抓谁啊 这么大场面 这人 靠 这孙子也够倒霉的 秃子 有种你就放马过来 把你那些虾兵蟹将都带来 让警察叔叔全给你们逮了 跑跑都还这么牛 真没见过 谁能有我这么聪明 我跑公安局对面 这回啊 我看谁他们还敢来 你就这么高兴啊 我有什么不能高兴的 你都被人剁了一个手指头了 你现在是残疾人 怎么就跟没什么事似的 剁的是你的手 不是编的 这除了疼点 没什么别的毛病 本来食指拿来也没什么用 人家许文强不也少跟手指头 这房子可是我花钱租的 你不能老住这儿吧 我这不是有难吗 等躲过了秃子 咱还回老地方啊 小军 能不能不赌了 因为赌你都丢了一个手指头了 你没事 我还心疼呢 以后找点正事要做 我也就放心了 好 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吧 我才不住公安局对面呢 你就当照顾残疾人嘛 早是残疾人了 整个一落智 大哥 官警门够全是警察 好像有什么事 这胡小军是不是就在那儿 应该没错 我现在就在他楼下 胡小军 胡小军 有什么动静没有 到现在一直没有出 有两个兄弟正看着他来 这他妈小子 跑到公安局对面住着 这不是成心给我好看吗 当初我真的妈应该 把他手全部给剁下来 这钱 那就分给兄弟们 明天 不管胡小军在什么地方 都必须把他给我带回来 听了没有 是 上 行 可是oda Les 那лем 我给大家随着 我给大家 Bike 都在那边 那 那我现在怎么办 怎么 我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的 你跑啊 这么出来 从凉凉跳跳啊 快呀 快 快 滚 滚 滚了 快 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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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杀我 杀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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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警官 救我 有人要杀我 警官 救命啊 杀人了 警官 救我 有人要杀我 警官 救我 有人要杀我 把头抬起来 胡小军 胡小军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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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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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押审讯室去 对 下马 看着明天上的名字 狡猾的余杰 已经编好一套说辞 这次出逃 利用妹妹的关系 也许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狼狈 带着侥幸的幻想 余杰顺手偷了旅客的东西后 自信满满地下了火车 你凭什么抓我呀 什么事 对 这什么事儿吗你们 你咋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新额外头们怕的是我们 不是你 那你凭什么抓我呀 我犯什么事儿呢 你给我老实去 安静 干嘛抓我 你叫胡晓军 你叫胡晓军 胡志军是你哥哥 是啊 哎 我哥他怎么了 我再重复一遍 现在问问题的是我不是你 我要问你的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 你要有所隐瞒 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 明白了 不是不让说话吗 你知道胡志军在干什么吗 不知道 八月十六号 你在干什么 哪天是八月十六 三天前 我 在哪儿啊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黑咕隆咚的 什么黑咕隆咚的 你给我说清楚点 我们怀疑 你跟八月十六 持枪抢劫案有关 八月十六号这天 你到底在干什么 谁能证明你 那吐 我不知道 那天我一个人在家 也没谁能证明 吐 吐什么 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我那天在家睡了一天的觉 吐晓军 你少给我装蒜 我知道 你有所隐瞒我们 你要老实交代 你应该明白 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你抓进来 你刚才在院里喊有人要杀你 我问你 谁要杀你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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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事啊 你来干嘛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你说什么呀 平白乌乌就把我抓这儿来了 你以为我们会平白乌乌地把你抓进来 你要老实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抽烟吗 抽 干嘛不抽 不抽白也不抽 等等 你这手怎么回事 你管着吗 门眼的 门眼的 门眼能把手眼断 疼疼疼疼 老头我说你轻点这疼 我看 这像刀砍的 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们家门上装刀片 刘丹 把他带下去 到衣服上包扎一下 走吧 走啊 快 这不是 头 丁 你去调查一下 呼小军身边的人 头 好 我昨天调查这小子身边根本就没什么朋友 你最好到赌场去一下 赌场 什么意思 你忘了吗 胡志军是个赌徒 很有可能 胡志军把这小子给害了 没错 胡小军手上的伤 肯定是欠了赌场的赌债 要不就是在赌场抽签 受到的惩罚 没错 行 我马上去 还有 我感觉胡小军没有参与这件案件 可是他隐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我也看出来了 这小子可能跟案子没关系 刚才的话不像是范黄 他很有价值 他不光是胡志军的弟弟 他还了解 与胡志军有密切相关的一些信息 你看 我们只要一提到胡志军 他马上就做理官的 这就是突破口 你尽快去 越快越好 是 那我走了 好 你轻点 疼点 别叫了 忍着点 你们你们得上点麻药啊 这不是上刑吗 我要投诉你们刑讯 再不处理 这只手就废了 知道吗 你让他废了得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来 ну 快 孙icism 孙救出 你们上 你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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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 上 上 上 他妈的 真他妈的 背 哥 他妈的 他妈的 真他妈的背 就是 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我去 钱也输没了 老大 得想想办法 老大就办法没了 我 李瑟 有什么事吗 猴子 你是恶习不改 你们家迟早都要被你赌光了 我不是得多为李瑟你打探打探消息吗 做我一名卧底我 卧底个屁 不走 李瑟 我说你 你说干嘛啊你 我靠墙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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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瑟 我说您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啊 说 认识胡小军吗 胡小军 胡小军 胡小军不就是那江南大道胡志军的弟弟吗 谁是江南大道 您不知道啊 胡志军干那么大一票 江湖上谁都知道啊 那你倒要跟我说说 都有什么人参与我 这我不知道啊 就是知道 有胡志军和胡慧 哪儿来的消息 和警察同步了吧 有些事啊 就说你们警察最晚知道 得问问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啊 说不定会有收获哦 你少给我拽 说 胡小军参与了吗 没有 不可能 有那么确定 那 那当然 江洁那天胡小军还在兔子那儿 挂 挂住呢 说 谁是兔子 兔 兔子 兔子就是成都那边赌场的老大 胡志军和胡小军一向在他场子里边出签 那儿胡志军出签手法高明你知道的 兔子拿来没辙 那胡小军什么也不是也学他哥出签 这次被抓了 兔子就连胡志军的账一块给他算了 按规矩得赔十万 他哥俩都没钱 兔子把胡小军给扣住 然后您也就知道了 胡志军跟他这么打一票 还有什么消息吗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呢 自我看着办吧 走吧 李哥 您不能让我白说啊您 敢和警察讨价还价 滚 好 我是老顺 我先走了 李哥这就您不够意思了啊 我去驾 你 老顺